來 瑞琦姐 謝謝 高映 你有一個麥克風 謝謝 先拍照嗎 那我先把拍照收收 謝謝 在中間 中間才一張喔 好 來 左邊這邊 好 來 再一次中間喔 左邊這邊 搭配你們的右 對對對 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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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揮換一下 好 同一指揮換好了 那我們 左邊好了嗎 好 左邊好 來來來來 那 合在一起 再一張喔 好 我們看他們合在一起 就要給陳 再一張 我們左邊先 左邊先 快一點喔 謝謝 好 這裡 這裡 中間 中間 左邊 左邊 這邊請 來 中間 中間 好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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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這邊 這邊是哪邊 那邊先 這邊 there I'm gonna go now 好 對 三位 右邊謝謝 變 しん 好 右邊 謝謝 來 這邊 謝謝 ufu Punjab 這邊 來 把他拍照這裡喔 咦 這裡 這邊 still 我要當拍嘛 我們先 好 這邊再一次 這邊再一次 先中間嗎 中間 好 好 這邊 這邊 這邊左邊吧 這邊 把最後邊這邊再鬆 把最後邊再一次 然後再回中間 好麻煩 中間再一次 好 我們左邊這一次 好我們每一邊兩次好就這樣 OK好 最左邊最左邊好 OK 那我們換一下 樂琪姐 謝謝 我要一起去公 謝謝 瑞琪姐 謝謝 拉拉鍊 這邊可以看得到嗎 那我們先中間嗎 好 中間 好閃喔 你說我嗎 好那我們左邊 左邊這邊 這個右邊 右邊啦 那邊是左邊 舞台的左邊 好 舞台的右邊 再靠過來一點點 好 好 舞台的右邊 來吧一點鐘鐘下 一點鐘 要分很細 好 我們太細了 一點都數了一點都太晚了 好我們可以回中間 好那我們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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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中間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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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炎 對 對 對 OK 那我們三位再上 在台上 然後我們有道具要上去了 那我們先上去 雅炎手上的那兩罐 對 我們先中間好不好 中間 好 中間好了嗎 OK 那我們左邊 舞台的左邊 好 我們也可以打開 抓一把 之類的 但是小心不要嗆到 好 我表演已經聞到我 哈哈 鼻塞都好 對 好 我們 這邊 好香喔 這個 對不對 這邊 這邊 這邊三位 來喔 來到右邊 好 這邊 右邊的部分 好 好 中間那一張 好 好 我們還有一個道具喔 畫面 封建 好 好 可以嗎 好 我們先收一下道 那我們 可以先合照 等一下我們三位再用同一支刀子一起切 好不好 我們感覺要這樣子切 哈哈 那邊有一個桿子沒錯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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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有一個桿子那才拿不起來 沒有 好 他現在好有架勢 嗯 超 超 那個 那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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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忘記 還沒忘記動作 有練過 左邊 這邊 左邊 這邊 左邊先 哈哈 左邊先喔 媽媽 補掌 媽媽補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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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來寶 好 左邊 好 好 這裡 三位 不要摸這個雙眼 不要切 好 OK 好 我們右邊 我們右邊 好 媽媽繼續補掌 身體稍微轉一點 身體稍微轉一點 好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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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邊好了嗎 我們回到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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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再一次 好 那我們要切蛋糕了嗎 怎麼好意思切啊 切了我們要分十 我們三位一起往中間切好了 就是 大盒 一起拿刀子 對對對 老葉琳啊 我們兩個在旁邊 對對對 認真要切啊 當然要切啊 對 不忍一下 待會兒要切了 對 你不切他 就切了 來 許個願 好 生日快樂 這票房 藏 好 看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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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看左邊 左邊 看這邊 好 好 OK 謝謝 我們剛剛來分給大家吃了 哇 這是什麼口味 第一顆這麼大顆 來 來 三位 謝謝 好酸 大家好 我是劉瑞琪 我演如之的媽媽 嗨 大家好 我是賴雅言 大家好我是這個電影的導演 麥希音 謝謝 好 那我們就電子連放 蛤 阿雅力 好喔 就電子我們放 OK 那瑞琪姐跟雅言 你們是 再度合作 那你們合作起來的感覺是如何 可以先問問 你 你先 好 其實之前我跟瑞琪姐的合作呢 我們不管是不是演母女或者是 婆媳 婆媳 對可以這麼說 我們都是處在一個非常 就是兩個人關係非常好的狀態 所以我們一直都是演 好好媽媽跟好好女兒 可是這一次我們要演出的是 不好好的媽媽跟不好好的女兒 尤其是我們要學著 不要好好說話 我覺得這個反而是在戲裡面 我覺得比較困難的部分 因為 你們兩個人太好了 突然也演不好 或演很討厭對方 其實那有點難 會吵NG嗎 還是說怎麼樣 我覺得那個NG反而是 導演希望再更細膩一點的要求 他會希望說把兩個人的爭鋒相對 而且真的很母女之間的感覺 然後把那種衝突跟 明明很愛對方 但是又有點像戀人一樣的 硬要鬥嘴 硬要爭一點 爭誰輸誰贏 所以這種感覺給拍出來 這種是真的又細膩又很困難的地方 對其實 因為我們兩個的關係太好了 就是合作了好幾檔戲 所以在拍攝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我們兩個有意無意之間 我們會故意把彼此的距離拉開 就比如說我們在化妝間的時候 我們會比較少的對話 產生一點點疏離感 對那可是我覺得雅妍非常棒的一點 就是說尤其是我跟 我在香港的那個火鍋店外 然後到火鍋店內 我要拍戲的一些很多的過程的時候 我覺得雅妍那天其實她很早就收工了 對因為那場戲我們就是我說世紀大對決那場戲 我們拍了八個小時 對 你這個狠心的導演 折磨了我八個小時 可是那個時候我覺得雅妍一直在旁邊陪伴著我 雖然她已經在收工了 她看看我她就會過來抱抱我 對我覺得那種東西是 我現在講起來都雞皮疙瘩都起來 就是那種的力量不是說她告訴我什麼 或是什麼之類的 就是那種心靈的默契 對那那一場就是已經我們已經是破口了 我們已經是鬧翻了 之後到ending的一些那還沒有產生 可是在那個過程裡面雅妍知道我很需要支持 所以她就默默的守在那裡 我一直跟她講說已經天很黑了 你趕緊回去 因為她的戲很重她都很累 可是她還是默默守著我一直到我收工 對這一點我非常的感動 對 哎呦 哎呦 雅妍是在裡頭也是比較中性對不對 呃外貌看起來比較中性 但是其實是三姐妹裡面反而是 最脆弱的一個 最脆弱然後情緒最容易崩潰的一個小孩 所以其實只是外表看起來堅強 其實內心超少女的 所以要特別練撞球嗎 對 在這個戲裡面 因為導演給了我一個很酷的職業 要讓我酷酷的出場 然後弱弱的離開 所以她給我一個很帥的職業 就是職業撞球手 那剛好職業撞球其實 算是在台灣 就是導演有做了功課 就是在台灣 美式撞球 美式撞球 然後是 尤其是台灣的女的 女職業撞球手 其實是很有名的 所以她希望說 透過這樣的一個角色 然後能夠建立這個 看起來很獨立 又有一點帥氣的外貌 所以她給我一個很棒的職業 因為妳之前就是咖啡師 就煮得很好 後來是底下 那妳現在該不會也很會撞球吧 唉唷 就是 其實 訓練的時間真的不夠多 然後我後來發現 算啦 我還是把咖啡學好就好了 因為其實撞球 本來以為好像很簡單 就是把球撞進就好 我第一次上完課之後 就全身痠痛 就是一直到開拍 原來其實撞球是一門非常需要 肌力、耐力跟專注力 還有眼力跟身體協調的一個運動 所以她不是好像我們覺得 把球撞進來 然後很帥就好 嗯 就是學的時候有遇到什麼困難嗎 就是特別難的 因為我是左手 我是左手人 所以比較困難的地方是 我們真的找了一個能打左手的教練 就是也是國手 郭思婷 嗯 然後她來教我 然後我覺得她教我應該 覺得 怎麼會碰到一個這麼笨的人 就是因為 我以為只要帥就好 可是真的有太多的細節 跟很多的肌肉需要協助跟支持 所以其實練了蠻久 然後後來拍出來真的是謝謝導演 把我好像拍得很厲害 但實際上她就非常有待加強 就是姿勢100 姿勢100但是打點是0 導演因為你在這裡頭是演姐妹跟媽媽相關的情感 然後要不要聊一下跟Sammy的合作 導演 導演 大家都有合作不是嗎 對對對 好像後來大家情感都變得非常好 對我就說其實拍完這個電影之後 我真的多了一個姐姐 然後多了兩個妹妹 一個妹妹是真的是 戲裡面的老三李曉峰 然後另外一個妹妹是導演 導演是老四 所以我們就是因為拍了這部電影 大家的情感真的像 真的像親姐妹一樣 包括瑞琪姐 雖然她在戲裡面演我媽媽 她等於是我們大家的大姐姐 是的 那就是跟Sammy去談一些 私下會聊一些聊天嗎 戲內演姐妹嗎 戲外感情應該也不錯 我們戲外其實也都在聊戲內的東西 我們要想盡辦法的讓我們就是三個人 我們四個人 然後看起來就是真的很像三姐妹 所以我們其實私底下會聊的也 大部分都是戲裡面的東西 然後彼此鼓勵加油這樣子 像感情的事情會分享嗎 其實不太會耶 有關心她一下嗎 雖然是事後的事情 我覺得大姐比較關心我 我記得那時候開拍的時候 大姐看到我的造型 她說哇太帥了 她就偷偷問我說 你是不是喜歡女生 大姐不是我我喜歡男生 她就哎呀太可惜了 對 所以這個部分她比較關心我 是有在避諱經濟話題嗎 是沒有刻意避諱 因為其實每次回答都一樣 怕你們覺得 對 我覺得你們可以多問一下導演 導演 那這一次是以火鍋為主題嗎 麻辣鍋 是怎麼樣的原因 可能像是在香港 台灣北京其實都是蠻多人在吃麻辣鍋的 其實大家共同的話題嗎 還是怎麼會以這個為主題 其實這個電影有探討 就是火鍋本來是一個想要 節省煮的時間的一個料理 但是其實她在準備的時間 比我們想像中都要長 所以其實也扣軟到我們電影的主題 就是我們在一些關係當中 有很多時間我們以為是可以節省 或是我們沒有足夠的時間去相處 但是其實吃火鍋或是圍在一起吃飯 這個時間是我們必須要花 而且是可以營聚到一家人的感情的一個活動 這樣子 所以裡面也有很多關於痛覺跟味覺的一些信實 在電影的文版裡面滲透 就是我可以劇透的OK啦 因為說這幾天都已經劇透很多 當中有一個點是有小奇哥的對白來說的 就是刺辣其實不是一個味覺 而是一個痛覺 我們在生活當中有很多時候 我們會用一種傷痛去染蓋另外一種傷痛 所以這個是一個關於如何分散注意力 跟面對自己的傷口的一個電影 是 平常愛吃麻辣鍋嗎?亞妍 其實我愛吃 但是我覺得後來拍了這部電影之後才發現 原來一鍋好吃的麻辣鍋 其實真的要花非常多的時間準備 因為我們有拍備料 然後炒鍋底 然後煮高湯 然後最後再弄成一鍋火鍋 發現真的需要耗費好幾天的時間 才能夠完成一鍋火鍋 而且解雷 火鍋 對啊 偶爾會吃麻辣 對 因為本身我自己的飲食比較清淡 對 然後所以我如果吃麻辣火鍋的話 我基本上就是享受它湯底的原味 我不是喝 就是說你在涮東西的時候 我就不沾任何的料了 因為它本身已經非常的有味道 就像我們的電影一樣 對 你們可以用一個非常輕鬆的心情進去看它 然後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對 你可能會在這個花椒之味的這種的親情愛情 還有各方面的面向裡面 你會找到你自己的痛覺 或是味覺 或是很多的情感面的東西 所以我想這個花椒其實是 意義非常的深厚 對 所以我們要好好的去珍惜 不要隨便亂吃 要用心品嘗 這是因為劉德華有客串演出 然後雅妍是 我現在是劉德華嗎 導演本來不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因為大家有問這個 他說你怎麼都沒有跟我講 那有見到面嗎還是 有見到 那感覺 有失控嗎 還是裝冷靜 我面非常的平靜 各位 那個氣場還是要撐住 對 但是 對 但是其實內心非常的雀躍 所以有講到話嗎 有說了什麼第一句話 她有跟我握手嗎 我握手 突然間變成少女 I'm sorry 當然 因為她其實 她是特別客串 所以她其實真的來的時間 非常非常的短暫 然後因為要敢拍她的戲份 所以其實她真的都非常忙 但是她沒有忘記顧及到現場的每一個人 所以她要離開的時候 她殺青的時候 她其實跟每一個人道歉 她跟我們握手 我就覺得很開心 很安慰 對啊 很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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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好 就這樣而已 難得的機會 導演 我要怪妳了 妳為什麼不安排我跟她有一場戲 妳看吧 對啊 可能媽媽會很迷戀她 對啊 戲裡面都沒有跟三個帥哥有對到戲 我們還是可以有下一個項目啊 是嗎 很期待喔 想問一下導演 有沒有特別喜歡吃台灣什麼火鍋 其實我們戲裡面的火鍋 是有參考台灣的地道火鍋的煮法 然後也有參考重慶鍋的煮法 然後我們最後就將香港的煮法 跟台灣跟西川的煮法也有參考 然後就變成了火鍋店裡邊的一個秘方 是 是有很細分的去做資料手機 去分每一種火鍋的 那雅妍的粉絲們也有在想說 什麼時候會拍電視劇 那有這個打算嗎 我下一個作品好像也是電影 但是我覺得 當然如果有好的劇本 好的角色 我一定會非常積極的參與演出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